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吴宗宪儿子陆西派,本名吴瑞轩,19日于IG现实动态卸下恐吓言辞,女友生病,要是没好起来,我就做炸弹,炸台北市政府,全民赔罪。 引起轩然大波,昨天下午吴宗宪带助陆西派召开记者会,第一句话便向社会大众道歉,过程中表情严肃,眼眶泛泪的不断斥责儿子17分钟,此举让PTT将民一面倒狂推,很少家长做得到陆西派前晚因涉犯恐吓公众罪到北市行大道案说明,声称仅是与军中同袍间的笑话, 昨天他一线身便急着解释此玩笑的由来,随即被吴宗宪骂,你先等别人,记者,要问什么? 即使陆西派透过媒体向家人,粉丝以及爸爸,子子的粉丝道歉,但吴宗宪仍怒气未消,还要儿子退出演艺圈,并当助所有人标骂,演艺圈不需要你这种开,多不了差不了你一个人。 叫他多许点点书,多许点技能,爸爸就送你到这里,回去准备行礼了。 最后,吴宗宪感慨儿子才刚要走上音乐这条路就惹祸,既生气又心疼地说,人家算很倒霉,毕竟你爸是吴宗宪,你是吴宗宪的儿子,就不应该这样做。 对于吴宗宪这次的危机处理方式,网友们认为他大意灭亲的举动,很少父母做得到,纷纷打赞,倒打一堆恐龙家长,我家小孩一定是被朋友带坏的,在大家面前痛打小孩,总比别人骂来得好,甚至拿孙安佐事件相比,表示,比孙鹏,敌因高明。 吴宗宪,左,昨天邪儿,陆西派道歉。 记者宋志雄社,陆西派,右,被吴宗宪臭骂17分钟。 记者宋志雄社。